欢迎回来 大年初八晚上八点多开始 廖明安一家人就开始张罗拜天宫的祭品 廖爸爸透露拜天宫的贡品 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不同 以前我老妈指的手的时候拜 他的好像说他的那个祭品 比较说好像古老 一般人会以为八八人拜天宫跟福建人有所不同 但是两者实际上分别不大 廖明安表示要说形式上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住在市区荷兰街老屋的八八人 祭品比较精致 摆设方式也较为华丽 可能以前祖宗下来没有那种过着有钱那种日子 就是我们有拜该拜的就拜 我们没有特地去呈现出来很豪华的东西 祭品摆上供台后就开始遵循长幼有序 轮流上香祭拜的仪式 部分爸爸人还是很坚持这种礼节上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看见一家之主一定是拿大香 然后子辈孙辈的香都不一样的大小 廖明安说 以前女性乐视期间不能准备贡品和拿香膜拜的与府思想 现在已经病气 不过要是家里曾经办丧事不超过一年或三年 是绝对不能拜天宫或迎接任何喜庆活动 以表示对逝者的尊重 不管是爸爸娘惹或是其他籍贯拜天宫的形式 他们的精神本质只有一个 就是祈愿来年好运和平安 如今不再只是福建人拜天宫而已 许多不同籍贯的华人家庭也纷纷加入拜天宫的行列 除了祈求天宫赐福 祈求一家平安 表达对玉皇大帝的尊敬和感谢 也是拜天宫的重要精神思想 也许多 微妙